今日的这些个股推介 建议大家留意中铁390 简选原因是中央鼓励重组提升投资价值 中铁和铁建履传出重组合并的传闻 憧憬合并或增强合作 有利股价做好 国资委明确要加速推动设备制造等关键领域的整合重组 促进国营资本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 中铁和铁建的重组合并消息已传闻多次 铁基去年曾回应指暂时无合并的计划 但部分海外项目有与兄弟单位进行业务合作 中镇监仓道活跃并重组市场提升投资价值 中铁和铁建合并或增强合作值得憧憬的期待 中人指出预计中铁去年第四季的销售额和盈利增长出现反弹 另外预计政策将会更加支持发展基建投资而刺激经济 中铁股权激励计划要求盈利年复合增长超过12% 令管理层有动力追求目标增长 中铁去年9月境内业务实现新签合同额 是超过16000亿人民币 境外业务实现新签合同额是1273亿人民币 增长14% 国泰军安说到中铁订单充足确保长期成长 政策持续推动工作量可望加快 特别国债发行加上地方债限额提前下达 可望拉动基建投资加速增长 中铁2023年的盈利月年会增加10% 2024年会增加11% 中铁1月底跌至$3.06先后反弹 到$3.6 如果首突破位3.5可以买入一注 否则可以等3.3才买入 第一站的目标是$4 大行的目标平均是$6